《藏物法則》 《藏物法則》是一款改變自同名漫畫的手遊, 主要是以可以玩的漫畫來做宣傳, 所以在主線劇情的內容上會以漫畫的方式呈現, 而遊戲架構還是以RPG養成為主, 玩家需要提升等級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解鎖新劇情。 除了劇情呈現是漫畫之外, 整個遊戲不管是人物還是介面的設計風格都有非常強烈的二次元氣息, 而賣萌要素也不少, 例如玩家可以幫看板女主角換上不同風格的衣服, 並且進行互動,當然衣服並不只是只有美觀功能而已, 每套衣服都有自己的被動技能, 而且這些技能越大後期,效果就會越長大喔。 GC遊戲頻道,燃燒贏的遊戲魂,掰鬥!